连拉好几下汽笛 蒸汽从火车头喷出 怀旧位十足 我们转车台将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股 360度旋转转盘 CK124蒸汽火车在上头缓缓转动 一旁还有14代列车排排站 盛大场面就是为了庆祝彰化扇行车库 一百周年 铁道迷蜂拥而来 人潮从这一边排到那一边 根本看不到镜头 不仅为了朝圣各式列车齐聚一堂 更要领百年限量版的明星片 前一天晚上就来排了 凌晨十二点就来排了 我排到那边去排十个多小时 扇行车库硕国金村 建于1922年 今年升格为国定古迹 因为火车头能进入车库休息 还有火车头旅馆之称 以吊车转盘为中心 骨道为放射状 形成半圆弧状的车库 就跟扇行一样而得名 完成拉气滴心愿 苏贞昌喜悦藏不住 而百周年活动 让铁道迷一堵 怀旧列车风采 也让扇行车库的一百岁 别具意义 三立新闻许书卫蔡永恩 彰化 采访报道